黑色幽默的时代,此前,有关人民币汇率背后有着中美金融战的影子,差不多没多久,要么直接宣战,要稳住汇率。 事实上,我们必须很清楚,这不过是美国人利用自己巨大的金融优势对付我们的一次战役而已。 也就是说,未来还会有很多轮涉及金融战的玩法,大家也就学会司空见惯吧。 对于一个生产为主的经济体,原本金融业就不发达。 所谓的金融做空,本质上并不是仅仅为了收割存量财富。 就拿1997年做空东南亚和后来做空韩国的例子来说,金融做空只是开胃财罢了。 每一次被金融做空的生产型,后进国家遇到问题,就会出现国内核心资产价格暴跌、失业、财政、尸体全部出问题。 接踵而至的是,IMF等美国代理机构开始以旧事为名,要求各种紧缩为条件才肯援助。 在后面,这些爆仓的经济体只能低价卖出自己的核心资产股权和控制权给到华尔街, 从而实现美国战略上做空他国工业能力的意图。 东南亚危机之前,这些国家都是号称工业崛起的榜样。 做空后的二十来年,现在工业能力远不如我们,杀伤力之大,可见一斑。 另外,日本和韩国九十年代被做空后,华尔街直接获得了这两个国家最重要的私有财阀的股权。 明面上,这些大型企业的当家人还是本土精英,其实背后都是华尔街。 即便是韩国最牛的财阀三星,后面也都是美国人牵着绳子。 也就是说,要么废了你的工业化能力,要么让你的工业化能力为美所有,为美所用。 金融收割,只不过是一次性的存量财富的收割,而金融战则是为了获得可持续性的收割红利,那就需要掌握对手的核心资产控制权了。 那么,以我们中国今天的制造业综合能力,如果你是美国,你会怎么选? 完全废了我们的制造业能力,目前来看很难,而且也不利于美国。 毕竟,你要再重塑一个新的世界,工厂需要大量时间经历资金的投入。 如果可以掌握我们的工业核心资产的控制权,那才是美国国运再次腾飞的关键。 所以,这几年一直防止资本野蛮生长,一直强调国企勇于承担产业升级的重任,只能说一切尽在不言中。 其实,今天的美国是非常后悔的。 明面上,后悔的是扶持了中国,其实,后悔的是当年贪了我们的人口红利,确实赚了大钱,现在倒好,反而被卡脖子了。 虽然美国公开提及要培养印度等国家作为替代中国的未来生产基地,整个宣传做的是响天动地。 然而,我们实际看到的情况根本不是这样的。 现在的美国惊了,毕竟他们觉得从中国的事情上获得了巨大的经验教训。 也就是说,宁愿资金流入印度、日本、韩国、越南等地的股市,也不愿意真的拼命砸钱给这些地方的工业领域。 通过股市,吃着这些地方的稀差和股票价差,有事没事,把这些地方再尬吹一通,表面的繁荣背后,其实是与实体经济基本面越来越背离的股票市场。 然后,通过这些股票市场的短期表现,不断证明跟着美国老大哥混有饭吃。 本质上,其实是华尔街与这些国家土著精英联手割韭菜,并且以价值观阵营的说辞开展,让当地人很难拒绝。 可是,对于这些地方的产业升级,更多的是说得多,做得少。 试想,如果一不小心再培养出一个中国,那美国怎么办? 其他不说,就实体经济领域,能够跟美国对着干,甚至在芯片等领域玩制裁反杀的又有几个国家,看看中国手里的工具,看看俄罗斯面对美国制裁使手里的工具,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 因此,今天美国针对中国的潜在金融战,其实并不完全是只针对中国。 从上面我们分析中可以看到,美国虽然全力对付中国,但是,真的是要收割起来也是同所无期,什么盟友,准盟友,敌人一起割。 以今天美国本土拼命建工厂的力度来看,人家要的是没收全世界其他国家手里的制造业定海神针。 所以,金融战开启的收割,已经不是薅羊毛那么简单,而是要没收大家的饭碗了。 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来看看欧日寒印,只能说,鱼不可及。 不是说人家的精英不行,而是没有很好的办法破解这种羊毛啊,绝不培养出第二个中国,这应该是美国朝野共识了。 那么,问题来了,面对这种级别的金融战,我们中国还有迎面吗? 如果今天我们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目的,真的把外汇管制全部解除,那么,我们现有的金融体系是不惊打的。 一旦金融不行了,后面实体也就差不多可以随随便便倒地吐血了。 所以,宁愿保留外汇管制,也不会放弃产业优先的核心战略,这一点已经是中国的名牌了。 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很清楚,金融领域直接对垒,我方根本不在一个当量级别。 按照打蛇打七寸的角度,自然后面是发力实体,去瘫痪美国的制造业竞争力。 美元在没有足够强大的实体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的金融市场就会逐步陷入空道和庞氏骗局的陷阱。 给大家分享一个黑色幽默的笑话,小扎的Meta,前身是脸书,最近想要卖产品到中国市场。 但是,由于过去几年配合美国政府一直搞我们,估计很难。 最有意思的是,小扎源宇宙的产品的大部分供应商全是来自中国,然而他却带头反对中国。 甚至他自己公司的高管都觉得,这么搞下去让人觉得很虚伪。 其实,何止脸书如此,美国大量跨国企业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情况,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利用中国供应链做出产品,然后积极反对中国以便获得美国政府的各种补贴,帮助打击竞争对手,拉升自己股价。 这也就告诉我们,破解美国金融战的命门根本不在金融领域,而是在供应链领域。 0到1的原创新,我们确实不如美国,我们确实金融领域玩不过美国,我们确实没有美国那样的霸权实力。 但是,你再牛,想法再厉害,你的创意是不是需要有人帮你生产出来? 这个环节的效率、成本、准时性、质量等任何一个维度出问题,那整个产业的利润率就会面临巨大的冲击。 也就是说,你的创意很好,但是眼高手低实际做不出来,或者是做出来的产成品很贵或质量很垃圾。 今天,中国到底优势在哪里?其实就是做这个环节。 只要这个环节,我们继续保持强大的优势。 只要这个环节的实际控制权在我们的手里,美国就极为被动,而且金融战的成功概率也不会很大。 毕竟,金融估值的底部是实际实体经济的利润率,而实体的利润率有赖于中国供应链的效率、成本和风险的把控能力。 理解了上述底层逻辑才会明白,为什么美国现在要跟我们脱钩如此难,更理解了为什么我们要往死里拼产业升级。 金融战或许对于别的国家都可以随意打,唯独针对中国是一个例外。